十字架标注着一种生活的选择 是赠予的生命 面对十字架默想基督的苦难 是让十字架成为我们每一个决定的反省标准 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伊撒尔日线之书》 记作了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 而且跟我们讲话 首先讲到他被赋予的使命 他被派是为了向需要安慰的人 和没有希望的人宣告安慰的信息 他忠诚地传递了被交托的信息 他被勾打、被侮辱 其他人向他面上吐口水 但是这个神秘人一直没有回首反击 他继续信赖上主 当我们认真反思 自然会将这位上主的仆人 贴在耶稣身上 实际上基督徒在复活节 已经建立了这种的联系 好像这个上主的仆人一样 基督听从天主圣父宣告了安慰的信息 和希望 给那些没有信心和被遗弃的人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默想和欣赏耶稣的忠诚 是不足够的 我们都需要有一份勇气 就像耶稣一样去面对同样的处境 领洗入教 分享天主的生命 成为天父的子女 每一位后世者都有自己的归医旅程 其中一位后世者他的归医这么说 他是从朋友介绍认识天父学习道理 透过天主圣言参与了舞蹈班 和一帮迷途的羔羊 学习坚信天主 和希望得到宽恕 祈祷令到他心灵平安 生活得有依靠 在疫情的一年之中 令到他也都十分感谢天父 令到他更加依靠天父 在这个疫情爆发之初 无论在生活或者心理上面 都遇到很多困难 很多的问题发生 他每日心里都是非常之压抑的 好像有解决不原的问题 幸好有导师每个星期 能够为他分解 教导他如何信赖上主 并将所有问题诚心地交托 向天主倾诉 他慢慢地学习祈祷 现在他能够坚信天主 无论如何都和他同在 尤其都用他自己个人的经验 引导其他人去远离罪恶 为天主服务 实践基督徒信仰的生活 侍奉上主 因此每一位后使者 就愿意参与基督的死而复活的人 今天我们听的耶稣受难始末 是马尔福记载的 马尔福描述的是一位 温和无助的耶稣 他没有任何的反抗 几乎他自动地将自己交付给敌人 作者这样记载 考虑对当时的信友团体 为作为宗教被逼害的时候 能够加强当时教友的信德 在买谷福音当中 耶稣身边好像没有任何人 他彻底地经历到孤独 耶稣经历到焦虑和失败 买谷的罪述 给我们人有很大的安慰 面对耶稣 他相似好像一个普通人 而不是超人 因此可以成为我们 面对痛苦时的一个伙伴 为了服从天父 而经历了艰难和痛苦 好想你能够感觉到 有勇气和力量去跟随他 在买谷的耶稣受难始当中 耶稣一直都是沉默的 在人世间有种沉默 是因为脆弱缺乏勇气 他们没有勇气去指出不正义 因为担心会失去朋友 让自己陷入某种麻烦 或者对抗哪些人 不过也都有另一种的沉默 那些是坚强的灵魂的力量 他们面对挑衅不对抗 面对傲慢不理睬 面对侮辱和诽谤仍然沉默的 这种高贵的沉默 可以说他们坚信 自己的忠诚和正直 他们知道自己是为了奋斗的正义 终于都会胜利的 而十字架上的基督 就具体地呈现这份沉默 因此跟随基督的我们 不应该是一个胆小投降的人 我们要为战胜邪恶而不断要奋斗 为了真理和正义而努力 但是我们都要学习我们的师父耶稣基督一样 有力量保持沉默 拒绝和敌人采取不正当的手段 诽谤、谎言、暴力对抗 我们基督徒不害怕失败 我们不担心敌人的胜利 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胜利是暂时的 买谷罪述耶稣受难死的高峰 就是站在十字架下的伯夫长的信仰宣誓 按圣经记载 对面站住的伯夫长 他看见耶稣这样断气 就说 这人真是天主子 一开始买个福音 就记载群众和门徒 都不断地询问耶稣是谁 耶稣是谁 他的身份保密到最后 因为只有当耶稣死而复活之后 人正可能理解他真正的身份 只有当耶稣交出自己生命的时候 有人才能够认出耶稣是谁 耶稣以他的大外 索造了生命的奇迹 打开这个伯夫长的眼 今天我们纪念耶稣的苦难 展开了神圣的一周 就要我们更加集中精神 默想每天的圣言 在紧张和矛盾当中 和所有后使者 顿悟生活的真体 在主耶稣死而复活的傲职当中 把握生活的智慧 能够活出生命的光辉 感谢